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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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在管中文力或是報館來說 這些稿費屬於兼職的定義 大家知道兼職可能是坐在那裏做事 如果寫稿的話 寫稿投稿 算不算是呢 有稿費算不算呢 這一個就真的要 我們都知道,我評論這些 因為其實很多政務官都有投稿 總之人家可以,國民黨又不行,就這麼簡單 那些什麼毒董那些,現在還在追上去 幾多教授做毒董,他們那個又可以 然後管中文是不行的,他做是違法的 現在毒董一講,其實現在不再講 為什麼呢?因為陸營不少學者都有做毒董 然後又說他回大陸教書 一揭出來,原來很多人回大陸教過書 連那一家部長暗骨 吳埔長那樣都是 總之就是民進黨那些,綠那些什麼都可以 國民黨那些什麼都不行 結果原來一揭出來,每個人都做好 大家閉嘴 所以就,藍綠惡鬥都是很煩的 好了,我們不講這一宗了 我們講另外一宗了 講這個口譯歌,我們上次都講過了 趙先生 趙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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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公我們上次講過了 破格,不是叫破格 破格 不是,違規 違規 不是,違規 違規 違反這個文官體系的守則 竟然找了他做這個駐美國代表處的一個政治組組長 當然引起很多這些爭議 在台灣 有很多就是維護著這個文官體系的人 當然是很麻煩 尤其是在外交部裏面做的那些人 我熬了十九幾二十年 準備,都是升過那些位的了 你一個笑不更是 你一個年輕人跟著這個外交部長 吳超洩 跟了年幾兩年 他一個不小心飛到那個位置 這個我們都上次講過了 事務官和政務官的分別 這些事務官的東西 是應該一級一級慢慢升上去的 要由這個特考 跟著就做這個Bellboy 在台灣這個做文官 就要考幾重市 一般文職的話 大學畢業的話 就是一個叫高考高等考試 如果需要一些特殊技能 就有一個特考 譬如司法官 或者一些國防部 是一個特考的 總之要考試 總之要經過一個考試 另外就是普考 你是大學以下的 就一個普考 好 好啦 那外面有很多爭議 吳超洩 這個外交部長 親自上火線 力挺 總之他是一個人才 這個是百年難得一語的人才 所以我們要破格 在他來說叫破格 要找他做這個位 你們無論是努力了十九幾二十年都好 都沒用的 我覺得他比你們更加升任 他認識別人 你是認識事 你認識別人 這些台灣內部的爭端 都是內部的事 當然很多媒體也出來罵 破壞文官體制 諸如此類 雖然他是駐美國 關你美國人什麼事 美國佬做什麼呢 美國在台協會 這個AIT 駐美國駐台灣的一個代表 政治組組長 你等等 他跳出來說什麼呢 這個政治組長叫做馬治安 叫做Christian Marchand 在念書中留言表達 力挺之義 他怎麼說呢 他說Vinson 趙怡長的英文名叫Vinson 他說你一定要堅強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在台北者女 很想念你 也知道你在華盛頓一定表現很優秀 過去三年跟你一起共事 是我工作上的亮點 美國人力挺 幹涉國家內政 這個美國人力挺 好了 這個也是一個單位 還有 跳出一個什麼人呢 他說跳出一個 新加坡駐台灣辦事處的前政治主任 白炳毅 又表示 他是外交領域裡面 最可貴的第一線的經驗 不是書中能夠讀到的 趙怡長的外交圈的貢獻 努力和成績 不止是美方駐台官員 各國駐台 以及反國的同仁 都認同 這樣的人才 是可遇不可求 有關他的事 還有一個 這是退休的 就沒有政府立場了 這個有政府立場的 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中華民國駐歐洲大使 這個爭口人 他又說 自己確信趙怡長 會證明自己是一個很聰明的領導者 我駐美波士頓辦事處的處長 隨右典又說 他說 無論是專業語言 人格特質 和協調能力 照確實是一個具備外交專業人員 應有的水準 在香港 一時之間 捅到天下 有地下 那些 寒昌虎毒 然後 努力十九幾二十年 那些 反而不及他一個年輕 我又不可以說 這個年輕人 不一定行 但是 你給那些 真是人家慢慢一級級升上來 那些 都不公平 其實在美國作財協會 那個 馬 什麼鬼 叫做馬治安 其實已經說了一個重點 我作財三年 就認識了這個鴨 趙怡長 好了 政治組長就是做一件事 趙怡長去美國的時候 你要一步一步 重新建立人物 有三年去認識人 給你三年時間認識人 是不是 那現在是 在美國已經一班人 由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 已經是有這個物樂在那裡 他們做不到那個位 你一個沒有物樂的 要重新建立物樂的人 你去到 騎著這班人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其中一個問題 我想 現在我們講最問題的精結就是 你雖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是你打破了這個做文官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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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這個 我稍後再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 美國在台協會 他有官方的代表 如果你是官方代表 更加不應該出聲 是的 那你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你干涉別人的內政 但是我們的政府 還有一個 我們藍營 沒有人出聲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才更加 這個叫做 美國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 叫做CSIS 亞洲資深顧問 葛萊爾 這個破糧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智庫 要在美國智庫裡面 他是排第三 對美國是有些影響力的 所以 他說的話 大家都要聽 因為 美國人 而且他在美國有些地位 所以台灣也要聽聽這些 他怎麼說呢 他說 他說 種種對趙怡祥的攻擊 是毫無根據 台灣媒體 在這裡扮演著可恥的角色 這個可恥的角色 就真是令台灣媒體 尿得可恥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說 我們批評自己人 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個外來 這個婆娘 還要說我可恥 在外交的慣例上面 你無論派駐去哪裡都好 這些外交人員去到所派駐的地方 所在地 他一定是做外交工作 去搞朋友 扮朋友 去社交 搞這些 這些規矩 做公關 規矩 他做得好 做得好 他所在國 都不能夠 因為他好 他現在調走 你幹嘛調走張三 張三跟我們的關係很好 你不可以這樣 最多不捨得 最多不捨得 你不能夠干涉 人家那個派駐國 那個國家的內政 很奇怪 南偉好像有沒有人出聲 這個 好像 講兩句 南偉也有講 但是你吹他不像 反駐的桌子也沒有用 他派了去 他已經在美國 派了去 就是一個問題 你現在這些外交 你南偉應該出聲 是不是 這個 葛萊儀怎麼說呢 葛萊儀在趙兒場面書留言 他說呢 歡迎你來到華府 CSIS 期待與你一起合作 我深信你會對美台關係 做出重要的貢獻 那這些 這些無念話 這些無念話 這些不不相大 最大問題就是 你去批評台灣的媒體 說他可恥 他在講自己家內事 全家討你一個外人 那你懶事嗎 真的 但是問題 就是你美國人 要插手 插腳過來 這些不就要有 有分量的 有國家 這個傳媒 就可恥 如果這樣的時候 考試院很可恥 為什麼 考試院 考試院出聲了 出聲了 他們這件事就開了委員會 那有個結論 謝功你哪有 可以說 他的結論就說 不對 破壞民官體制 破壞民官體制 你自我考試遠何地 就是所有那些官員的入職 你經過我這個考一考 才會合格 才會被你進去做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隨便給他一櫃 你隨便給他一櫃 你香港考AO你也要考試 也對 你香港AO你也考試 你不是大學畢業才可以做的 你也是要考試 你考完試過了 然後再面試 不要了 除非你給他一個叫特派員職位 我特拼 他幫忙工作 他不是公務員體系 他不要入職 他不是隸屬外交部,他只是特兵 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你這年輕人31歲,去到政治組組長 那你下面有些組員,那個組員一定有人 那些真是一級級爬來爬到糕那麼辛苦 然後你給那年輕人怎樣 十年行槍 最大問題始終那樣,你是破壞了規矩 你是國家規矩 你民觀制度,你是自學的 我喜歡就插個人下去 當年馬英九是考試的 錢福是考試的 張孝賢是考試的 所有都是考試的 這些名門之後 在事務官裏面一定是這樣的 一級級爬上的 你可以在事務官裏面去直升機 沒問題,掌官看得起你 但你也是要經過考試,入到裏面的系統 連在系統裏面升 就像香港這樣,他明知是 你那班富庸組織的那班人 他不可以說 我喜歡誰就插你去做這個 你不可以做一個正座的 你不可以請回那些 他不可以做那些 那些是騎著你事務官的 但是他都要找個假借的明目 沒錯,你給他一個特派員職位 但是那些AO是慢慢升上來的 你找個陰家產不知什麼 你騎著他,另一回事 你給他一個名銜 但是你不是在事務官裏面破壞他的體制 所以我們講來講去 並不是因為這個口亦哥 他本身的能力夠不夠 而是那個文官體系 你不可以因為這個理由 去打破他 沒錯,你多厲害也好 你也是麻煩你 就是巡徵套 是的,如果不是就像 宋主威所說 我是有特聘職位 特聘職位 兩年、三年 不是在這個體制裏面 是的,或者你一特 特到六十年也好 總之一路特下去 就像香港的正義處理 那些或副局長那些 一直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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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天長地狗 沒問題 但你就不要破壞文官體系 你就插人下去 大家不用以規矩 這個所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 這個葛萊怡 就是開刊 吵架台灣的記者媒體可恥 記者當然會找回你的倉疤 究竟為什麼你這麼有來頭 吵架我們呢 有媒體就查到了 原來民進黨政府 在過去一年 就曾經捐過五十萬美金 超過 因為這些捐款 他在網頁裡面要公佈 哪個一千元哪個五千 捐過來 中華民國政府 就捐了 他over了五千元 over了五十萬 他就不會說五十幾萬 六十萬的 總之那條數 這一堆東西 超過五十萬美金 中華民國政府 就在裡面出現了 怪不得知 因為 拿人口軟 所以拿人這個前才 要握人手軟 所以 怪不得知 這個角力要跳出來 要維護這個民進黨政府 原來 你收到超過五十萬美金 去當五十萬美金 五十萬美金 大佬 吃死人嗎 所以怪不得他要撲出來 就要為這個民進黨政府 留意一下 是捐的是用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義 中華民國政府的名義 一定是 不是用這個民進黨的名義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個民進黨 用公家的錢 打好自己的關係 對 所以這個民進黨和智庫的關係 就是 非錢 所以 這個CSIS 這個智庫 他就說 我們不會因為捐款 而有黨派之分 馬英九執政的年代 他沒有說是捐款 他說馬英九執政的年代 我們都有跟他這個視像通話 視像通話 跟這件事沒有 視像通話 跟這件事是兩回事 跟捐款 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跟這個幫他 說一些政府內部的問題 他只是說 我跟你國民黨政府也好 民黨政府的關係一樣那麼好的 我不會口齒搏比 所以 馬英九執政我跟他聊天 就是說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也要找個視像會議 所以我不會對你 馬英九這個服務的時候 你不出來 跳出來幫忙說話 是不是 所以我們從這個看 我們就當你是收了錢 不是當是收了 我們就是當你收錢做事 不是收錢做事 不是 這個口譯歌 就在1月17號 就是前幾天 在華府智庫論壇就出現了 都引起關注 因為他是新聞人 所以很多媒體就聚焦在他身上 趙義昌也有些做功課 尤其是對台灣旅行法 在通過之後 記者就問他 既然台灣旅行法通過 即是說雙方的高層官員 都可以互訪 他說 如果你現在做政治局組長 如果蔡英文 今年有沒有可能訪問華府呢 吃照相 記者就問 你就要做組長 蔡英文 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每年都會借這個 借到 即是經美國去訪問 那 LA那些拉斯維加斯那些 那些都去到慣了 芝加哥 那就是 是不是經華盛頓 是最重要的 大陸首都 這個華盛頓DC 所以 就算他不可以進去白宮 或者在政府單位裡面 去坐下 他經過華盛頓 在那下機 做一些事情 喝杯咖啡 喝杯咖啡 都是好的 那記者就問這個趙義昌 那你有沒有機會幫忙 等這個蔡英文在這個華府 經一經 那好了 趙義昌著說 他說 我想這個是非常假設性的問題 我就很難回答 和益測 但我很想強調 政府已經是展現了 冒實 我想未來 是沒有理由會改變 不知道他答什麼 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答什麼 這些 外交口問通常回答到 無靈兩可 他連這個無靈兩可 都答不到 就是這樣 一切努力都不說 就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是很無實的 這麼無實 就是說不行 就是張先生說 我們正在和華府方面 努力溝通 我們希望能夠達成 這個都是我們的願望 都要雙方配合 華府配合 就算了 政府已經展現了 無實 其實我應該可以做公關 所以我當然也有看他這個 在智庫裏面的發言 在我們這些雷聞來講 他都是對答如流的 功課也做足 但是這個對答如流 不是代表他真的可以 你只要做好功課 你可能找我上去 我英文可以講 我們已經可以了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什麼新的想法 有人就說了 他說 趙義祥懂英文 不是 他說會英文 但是有人加多一句 就懂英文 就是你會英文 但是你要懂得錯英文 這兩個英文要放在一起 最重要是懂英文 你不懂英文是沒用的 台灣那麼多人 每年去外地留學 懂英文的 你真的 會英文 會英文 就是一個磚跌下來 撞到三個 兩個都懂 會英文的 但是他們不懂英文 所以你會英文是沒用的 你一定要懂英文 就是蔡英文 現在事發就是 現在就是這個 看看考試院 會不會有些後續的工作 就是現在開了會出來 譴責這個聲官的事情 會不會做出一些跟進行動 不會的 這個民進黨政府是真的很無賴的 我告訴你 有這個 他有個全序部 全序部好像不是考試院 不是不提出考試院 但是他有個全序部 全序部都可以發聲 那個行政院 全序部 行政院 那些是九品 最多是五品 那些 那些 你怎麼管到上面 那些一品大員 還要管那個 成相 現在成相是下來的 那這件事 都差不多了 我們只是陳述成 這件事的過程 就是美國人 公然干涉 中華民國的內政 政府官員也沒有人表示 什麼 你支持我 現在 民進黨政府 不知多開心 你全世界都在罵我 美國爸爸 讚我 挺我 多難得 蝦毛魚毛 在那裡 但美國爸爸喜歡我 你看馬英九聯代 美國有沒有發聲 沒有的 如果那個華春 華春雞就已經 他只有 打鼻子 說你 干涉我們國家的內政 他爭的時候 現在美國的角色大體 好了 我們說另外一件事 小英就扭曲九二共識 中共就承認一中國表 這個我們上次 我也想說過 我也說過 就是 在這個 由這個 1992年 一直到 200 200 2015年 這個 中共 從來都沒有說過 九二共識 更加不會說 一中國表 但是 蔡英文一上場之後 他又說 九二共識 就是兩岸的定海神針 沒有了這個定海神針 兩岸就會動蕩不安 九二共識第一次出現 九二共識 到了1月2日 我們集帝 就這個 對台灣同胞書 告台灣同胞書的40周年裏面 一個中央廣話 他又重新 要有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就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再說 五點 裡面 曾經提到一點 就是這個 一國兩制 由你們自己台灣人 自己找一些政黨 代表人物 上來我們北京 你自己提出一個方案 諸如此類 蔡英文很巧妙 將這個九二共識 及這個一國兩制 混合 一國 這個九二共識 等於一國兩制 那你承認九二共識 就是同意一國兩制 那這個說法 其實香港很多社運界 都說是 那些不用說 那些不認識 那些 台灣人 蔡英文很巧妙 將他們兩個混合 香港那些蛤仔千年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什麼懶惰都不知道 他更加不懂 一中國表什麼都不知道 好了 那跟著 國民黨當然是支持 喂 九二共識 一中國表 就是這個 一個中國的內涵 就是以各自以口頭方式的表信 喂 沒有人理你了 現在 國民黨 你再吹 已經沒有人理你這個所謂一中國表 正中下懷 因為劉老實說 九二共識 和一中國表 已經被你中共玩爛了 因為呢 馬曉光 兩次都提出 去年十二月 二… 不知道 二七、二十八 他都說 喂 九二共識裏面 還有一個一中國表 這個是第一次出現的 他從來沒有說過一中國表 但是呢 逼到他都說 喂不是啊 九二共識呢 好像是17年說的 不是不是 去年 去年十二講的 另外再是17年 16年 有實在有 沒有沒有 另外一個 好了 他逼到他 喂不是啊 一中國表 大家以後頭方式 去表述一個中國的內涵 不是你們講到這樣的 但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李共匪 這麼多年來 在外面 就並沒有在一個一中國表那裡 去作為你自己講的基礎 你經常都說 哦 全世界呢 這個 只有一個中國 就是一個中華民共和國 台灣 是屬於中華民共和國 的一個省 喂你去到哪裡都這麼說 你包括這個 美國的三個公佈 你都這麼說 喂那大哥 你這樣說的話 那別人的錯誤就是 你一個一中國表 你可以講一個中國 我們是講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你不可以講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呢 就不要說幫這個共產黨了 他講了各自表述 他站在立場 一定是這麼說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 我們自己 中華民國有沒有這麼說 是的 我自己有沒有堅持這個一中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其實應該是中華民國 應該都這麼說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 大陸也都屬於我們中華民國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現在是你們自己 現在是自己放棄而已 就是我們沒有說 他有說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這個在1999年代 都有說過 但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中國 中國這個名字 他只是說 就被這個共產黨玩臭了 那你台灣 我講過幾次了 過往 你不要說去到蔣介誠 蔣經國年代 你去台灣問一下 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一定是中國人 九十年代都好 中國人 你都說中國人 你甚至連蔡英文 在2000年的時候 阿扁上台做總統 在立法院裡 他都說我是中國人 好了 到現在這十幾二十年 沒有人認 我們都不認 大哥 玩臭了 名字被他玩臭了 現在我們在香港 現在在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之下 我都始認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被你玩臭了 玩爛了 我當然不要 你要我強行說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Are you Chinese 國民黨都要做一套新的論述 去回應現在這個問題 我最主要是說 在民進黨這二十幾年的宣傳攻勢之下 洗腦之下 大家對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已經是放棄了 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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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天 都是 過 都 都 不是 好